大家好,我是來自雷亞科技的東北廠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給我們家的遊戲 我們就去搜一下 都沒有嗎? 好不好,不然我們等一下再介紹好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南家公司 那...我們其實在那個 這是PostCop的會場的一樓有擺攤會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直接進入主題 就是... 今天主要是講的是說 因為... 畢竟這個是SDN的那個議程會 所以我想說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件說 怎樣把壓力測試的東西搬到那個 大顆波箱的燃車上面用 然後所以就有這個東西 那首先我是誰呢? 這個是我自己畫圖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 欸... 那我總之我是來自雷亞科技 雷亞遊戲的那個... 博爾通 然後目前是在做Backhand的Junior 那主要是在做Comperservice 這樣 那...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平常現在都會 用GOLDEN做MODO端的遊戲伺服器開發 那... 很久以前其實有用過開場 但是也有一段時間還是在用的 那我自己有時候 要解決一些比較... 作業性的東西 也會用作主題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因為 其實因為有需求我開 所以我有稍微設定一點點 那... 以前更多的事情就是... 曾經用過... 曾經一個人把那個... 或者是遊戲社會自己 整個硬桿出來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要學一下 怎麼試開處理器的話就可以來問我 大概就這樣 那... 總之就是最近的那個活動 最近有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有資源一下的時候有辦法開發 然後...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今天主題 今天主要會講說 Lokasen它這個壓力測試工具 它... 它的那個基本使用方式是怎麼用的 然後再來是說 它怎麼跟那個GOLDEN去做結合 然後怎麼把它... 接到那個... Duck會不會很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現場DEMO的給大家看 那... 因為今天沒有Wi-Fi的東西 沒有Wi-Fi的關係 希望是不要出爆比較好 但...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錄到有OK不OK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如果我萬一出爆就算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Lokas是什麼東西 ㄟ...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英文單字有沒有印象 就是... 它實際上是... 原來的那個意思是指一個很恐怖的生物 老實說我蠻怕爽的 ㄟ...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原來的意思 在中文來講就是... 荒蟲的這個意思 那也因為用這個名字去... 併明壓力測試工具 就是像荒蟲大軍過境一樣 那這個工具它本身是... 用牌檔寫的一個... framework 那裡面基本上你只要去描述說 每一個... 你要做壓力測試的... HGP API 要做什麼事情 就把它寫在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 用它的那個分布殼讓這個... 描述檔跑起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幫你複製好幾千萬的... 那個... instance 然後去攻擊同一個伺服器 那... 它的網站在這邊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ㄟ... 網路鍵能work 不錯 好... 然後... 它的那個... UI界面就有點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 你在它的那個... 主程式... 左提供的UI界面上面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報表 那... 這個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也可以看到說它的那個... 描述檔的部分是用Python去寫的 但這個跟golem好像沒什麼關係 嗯哼...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講說怎麼去跟golem接起來 好... 那... 這邊就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它本身是用... Messler Slave這樣子架構 Messler它會提供一個UI界面 然後... 發訊息 對各個不同的Slave去做... 控制 然後JSlave它自己本身會有一堆Cointing或者四衰的 然後會對同一個... 伺服器進行HGP的那個... DDoS攻擊 那... 也因為這樣子關係 所以才可以做到壓力測試 那為什麼你要用Slave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一般的那個... 怎麼講 一般我們如果是在跑那個... 壓力測試的時候 其實常常都會有... 比如說開檔案... TCP連線的時候 需要開FILE DISCREATER 這樣子開檔案的動作 那這個支援其實在每一個... 單一系統裡面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 面對的對象是像那個... Google這種比較大型的... 系統... 或者他們這種... 強力的都本身 你要打... 打不掛對方 自己先掛 那這樣就行不通 完全做不到壓力測試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 在那個... Google... 面對Google搞者這種比較大型的服務 你要做壓力測試的時候 進口的是要有... 好幾十台... 或好幾半台的... 那個... Instance服務 對那個... 伺服器去做影 DDoS的攻擊 這樣才能試得出東西 那就是大家一起上的一個概念 反正就是一個人打不贏 就是繞一堆人來打 那它使用方式是像這樣子 這邊我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大家如果已經有準備好拍子 那個...開發環境的話 只要... 有PIP的那個指令可以用 就install這個... Locas I.O.這個套件 它就可以... 馬上可以使用 那不過是... 裝這個東西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那個... MES的模... 應該說單一的那個指令模式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用剛剛我們所提的 MES的設備模式的話 像這種情況 就必須要再多準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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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ZMQ 這樣子的套件 讓它做MES跟SLAB之間的溝通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基本描述檔 是什麼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描述檔裡面 有... 一個... Index 跟About的這個... API 的TEST 那... 那... 反正它就是會對... 我一個伺服器的那個... 那個... Index 目錄跟那個... About的這個... 去做... GATE 的動作 那... 做HGATE 的動作之前... 它也有可能需要做... 登錄才可以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 前面的HONSTART 你也可以準備一些... 基本的LOG IN 等前置動作 那這個做完之後... 它就會... 對... Index 或... About這些東西... 做壓力測試 那大家會想到說... 你指定好這個東西... 它... 跑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 平均還是說... 按什麼比例去分配... 那基本上你在沒有設定的情況下... 它是... 假設... 如果有... 10個Request的話... 那分別是... Index 會有5個... 然後... 那... 如果今天你想要... 給它不同的一個比重... 我們就可以... 在那個... TESC的後面這邊... 指定... 這樣子... 跟這樣子... 的比例... 那這樣就是... 有107個Request裡面... 有100個在這邊... 然後... 107個... Request裡面... 會有7個... 會... 大概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 接下來的執行方式... 就像這樣... 就是... 你把描述數檔... 塞在這邊... 把描述數檔... 然後指定它要攻擊哪一個伺服器... 然後... 就拿它跑起來就OK了... 那... 大家就會看到說... 像這樣子的... 畫面... 那這個畫面上面就會列出... 每個API的那個... 打擊API的名字... 那它目前累積... 從測試開始到現在... 打了幾次Request... 那... 失敗了幾次... 然後... 它的那個Request的... 中位數... 就是... 所需時間的那個... 中位數... 平均時間... 最小時間... 最大時間... 然後... 還有它回傳的那個... 資料量大小... 以及那個... 以及那個... 每秒鐘... 可以完成... 對這個... 可以完成... 幾次Request... 那... 那... 我們剛剛講那麼久... 好像... 跟SDDA... 跟GO... 都沒有關係... 那... 接下來... 就是... Localz它實際上... 在那個設計上... 因為是用Python的關係...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只能用Python... 去做壓力測試秒數檔... 那其實... 這故意點... 因為它本身... 有那個... 用... Zero... 這種東西... 去做Messor... 那換句話說就是... Messor... 那邊... 也許... 一定要用Python... 但不... 不表示說... Stave 一定要用Python... 來跑... 那...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 FordNure... 以及這邊... 透過的Zero...MQ... 就可以... 用任何... 可以支援這個... 通訊節定的程式... 來... 做... 剛剛說... Stave 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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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流程圖代... 像這樣... 假設我們... 我們... 那...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Zero...MQ... 會對... Stave 下指令... 然後要求他... 對我們的伺服器... 做DDUS的攻擊... 那... 反正他這邊就記錄那個... DDUS攻擊... 的那個... 起始結束時間... 然後統計一些數據... 再把這個數據... 可以報給... 20個家... 所以Stave 基本上... 用任何的程式源... 都OK... 那... 接下來就是講說... 為什麼沒有程式源... 其實... 講半天就... 很簡單... 就是... 很快... 然後... 非常快... 那... 為什麼我會... 用Golan... 其實比較實物上的... 那個... 因素是因為... 伺服器... 因為我們... 像我們自己... 那個... 遊戲公司... 用的Backhand... 都是以Golan去做... 那... 你如果... 今天... 拿一個... 伺服器... 那... 那... 這也是為什麼說... 我們... 壓力測試... 基本上... 就算是那個... 你可以開很大量的... 那個... BUT... 去... 對某一個伺服器... 做空間... 但實際上來講... 一個... 就是要對... 跟著上... Golan... 伺服器的速度... 你本身還是需要用... 像... Golan... 或... 比他更快的... 那個... BUT... 去... 對某一個伺服器... 去做壓扯... 這樣... 你來跟上他的速度... 要不然說... Sever... 自己都還沒打... 然後開了先打... 那... 這邊我就要講到那個... Go... Go用的那個... Boomer套件... 他基本上就是... 幫我們完成... Locus跟Boomer之間... 欸... 就是Locus跟Go之間... 要做銜接的... 這個動作... 那... 只要... 用這個套件的那個... Golan的程式... 他就會變成... SWAB的角色... 然後跟Locus... 透過那個... 這個通訊協定做溝通... 那... 這邊是他的那個... 官方的... GitHub的那個... 程式碼的... 它是個位置... 那...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 他的做法大概像這樣... Best的部分就是... 我們把剛剛那些... 定義... 都抽掉... 那... 可以看到說... 這邊TASC... 完全沒做任何事情... 反正就是一個... 搭配的檔案... 那... 重頭戲在這裡... 首先你可以先定義... 一個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 先計算好... 開始跟結束時間... 然後在這中間做一個... HDB Request的動作... 那以我們這邊先稍微簡化一點... 就是先讓他Sleep... 個... 150毫秒... 然後... 接下來再把他的那個... Request的結果的數據... 看他成功與否... 然後什麼通訊協定... 什麼API名字... 並且回報說... 他的Error是什麼原因造成... 那這之後... 會在那個... UI的介面上面呈現... 那最後就是... 每個TASC... 他實際上... 做的... 東西在第一段... 裡面之後... 你就對這個TASC... 指定一個名稱...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屏重... 像比如說... 這邊是10跟20... 那就比方說... 這個TASC... 在每30個... Request的測試裡面... 會有10個... 會討這個東西... 然後20就是... 每30個裡面... 會有20個... 會討這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 就是... 把這些TASC... 登記到... 那個... 然後拉拉跑起來... 這樣子就... 差不多大功告成... 那接下來就是... 做便利的動作... 不過... 這遊戲... 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遊戲常會有那個... 比如說... 像進行關卡... 或出來關卡... 他... 他... 必須要造一個... 順序性的動作... 去做... requestion 所以... 並不能說... 像那個... 銀行系統... 或者是那個... FB 這種... Social Network 網站... 你做... 看網站... 或者是那個... 發文的這個動作... 之間的那個... 順序關係... 什麼都可能會發生這樣... 那遊戲... 必須要造一個一定的路程... 去... 對... 那... 為了科普這個問題... 其實... 因為他... 只是一個... 讓... 去回報... MAX的一個... 機制... 所以... 我們其實... 也可以在那個... 一個 function 裡面... 回報... 或其次... 這樣... 循序的... 做... 按部就換這樣子... 做... 每一個動作... 那... 像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說... 他... 可以... 他... 第一次先做... 上面的這個... Request... 然後再對它 Publish... 再來再做下面這個 Request... 最後再做個 Publish... 那這樣子... 他每一次完成... 一定都先完成第一個... 再完成第二個... 然後再來一樣就是... 把那個... 旋重以及他要跑... DESC都登記下去... 這個跟前面的步驟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可以先測試一下... 他程式屏幕變成起來... 然後最後再... 把他的那個... DESC... 你要測試那些DESC都跑一次... 以單機模式這樣跑... 那基本上沒有問題的話... 大概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做個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的做法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 Messor用第一行... 這個方式先跑... 跑起來... 那總之他會... 開個UI界面... 然後並且... 在557這個Pode... 去接聽一些東西... 那再來您把剛剛那個... 是... 編號的程式呢... 接到這個Messor伺服器... 那也一樣就是接到這個Pode... 然後用... 尋考你要溝通的RPG... 那接這樣子... 它Messor伺服器架構就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 做壓力測試管... 那剛剛我們再回到一個重點就是... 剛剛你只是... 塞一些Timesleep的這種東西... 去做壓力測試... 的那個... 就是壓力測試的程式... 要怎麼寫的示範... 那實際上... 實際上... 我們一般在GoLang裡面... 要做HGB的Request... 大部分都會做... 像這樣子的動作... 比如說HGBGAT... 或HGB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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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要計算... 比較精準的那個... 起始跟結束時間... 還有對它能得錯誤處理... 要怎麼做的話... 比較完整的做款... 應該要像這樣... 就是... 先記錄開始時間... 然後接下來... 是在... 對網站做GAT的動作... 但是在GoLang裡面... 你對網站... 用HGBPGAT... 並不代表... 什麼Request的完成... 它其實只是... 先回選一個... Response的Handle... 然後... 我們還需要... 再對這個東西... 去... 讀取... 它那個... Response的資料回來... 那當然... 你要記得... Response的Body... 本身... 在那個... 資料... 那最後... 就是... 這些動作完之後... 才能把它的結束時間... 壓下去... 這樣子才是... 完整的設置時間... 你如果... 時間只計算... HGBPGAT的話... 那就為了... 只有... 剛建立好... 連線的... 所需的時間... 而沒有包含... 整個... 檔案傳送完成的時間... 那再來... 就是... 看它那個... 有沒有LL... 有LL的話... 就是... 報LL... 那沒有LL的話... 就是... 報... 那個... 維護成功... 大概... 像這樣子... 那... 我們剛剛... 講那麼久... 就是... 怎麼樣讓... LOCATS跟... GOREM... 接起來了... 那我們最後... 可以看一下說... 要怎麼... 把這個東西... 放到... DUCK... 或者...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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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DUCK... 剛剛我們有說過... 壓力測試這個東西... 你在... 對一個伺服器... 做攻擊的時候... 如果沒有... 繞一堆人... 一起來... 打它的話... 那就會變成... 有... 一個... 可能... 幹不了一個伺服器... 然後就是... 自己先被搭檔... 那... 這原因是因為... 你CATS本身... 就只能... 開一個... 一個CATS... 或一個... 實體機器... 只能開一個... 有線的那個... DTP... 連線數量... 跟... 的那個... 數量... 那... 為了而... 讀過這個限制...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 多台機器... 去對一個伺服器... 去做攻擊... 那同樣... 你今天如果是... 用實體機器... 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了要做壓力測試... 需要測起來... 就要去... 買... 多少台電腦... 那這樣其實... 完全不經濟也不划算... 而且機動性也太低... 那這些為什麼說... 可以用大顆去... 大量的複製... 你的... 那這樣剛剛說那些... CATS連線支援... 連線支援... 自己先用完... 可是這些問題... 它就... 不會再受到實體的... 機器限制... 而可以用大顆的方式... 直接... 那個... 就是... 大量複製... 然後對同格式武器... 去做攻擊... 那概念上就是... 應該說重點就是... EZ-SQL這一點... 那在Governase這邊呢... 最主要就是... 把剛剛那些... Docker的... 一些... 密局跟Essence... 整合起來... 大概像這樣... 這樣... 因為它本身自己可以... 下... 那個... 制定指定做... 如果我們發現到說... 支援用完的話... 其實可以... 自己... 下一些那個... Ctrl指令... 然後讓它的Slave... 慢慢的擴展... 像這樣是兩個Slave... 然後這樣之後... 變三個Slave... 那... 反正擴展... 反正依照你那個... 伺服器本身的能力所及... 那... 如果... 假設兩個人打不倒... 那就三個人... 那三個人再打不倒... 就四個人... 就一直這樣往上加... 那... 終於一天伺服器... 應該會被打倒... 一改啊... 我也不確定就是...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Live Coding... 其實也沒有Live Coding... 是Live Demo... 那... 根據會場... 的那個... 過往經驗... 就是常常都會... 在這時候會出包... 不過我還是個人... 想要怎麼站看看... 然後重新定義... 真正可以活的那個... Live Coding... 那... 反正... 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 這邊的話... 我先... 其實有事先先... 做一些那個... 前世動作... 那反正就是... 有一個... Python 的... 那個... 描述檔... 那...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那個... 要放進Duck裡面跑的... 那個... 勾連寫成的State... 那... 檔案內容大概像這樣子... 我先...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就是剛剛說那個... Dummy的檔案... 那... 反正裡面也沒做什麼事... 就是... 簡單的選高... 有一個... 基本的... local space的... 需要的一些東西... 然後... 這個是... 用... golem寫成的... slap的... 描述檔... 那... 它這裡面其實就... 只是在做... 對一個... HDP API測試... 然後... 回報訊息這樣子的動作... 那... 像... 這邊的foo跟bar... 這兩個function裡面都是空轉... 那... 這邊我們就不看了... 那... 重點是下面這個... 這個就真的有在打東西... 所以... 我猜有可能... 等一下... 做完演練之後... 我... 大概... 明天還是後天... 大概就不能用網路了吧... 因為... 因為... 這檔案有點大... 然後... 這邊我是對... 那個... 那個... 這個開發工具... 的... Source Code的... 那個... 那個... package 做下載動作... 那... 下面還... 其實才有設置一個... Ruby 的東西... 不過... 這裡跟今天主題... 我們就不是啦... 那... 這邊也一樣就是... 把... 鋁書放石... 拿到之後呢... 就可以... 把... 應該說... 鋁書放石拿得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 對他的body去... 讀取全部的東西... 那... 我認為沒有把它存起來... 所以就... 直接... 用 read 以後... 讓他空轉這樣子... 把... 所有 response 全部都讀完... 然後再關閉這樣... 那... 再來的話... 這邊的話... 一樣就是... 看他成功與否... 然後... 我們就... 對那個... 連線有成功的情況下面... 丟一個... 成功的 message 還有他用的什麼樣的... 通訊協定... 還有他這個... API是什麼名字... 那... 還有他那個... 迴傳資料大小... 給... 來做統計... 那下面這個就是... 失敗情況... 那一樣就是... 把... ALCG報上去... 這樣就... OK... 然後... 這邊就是... 對每一個方權... 都... 定義好他... 還有他的權重... 那最後就是... 讓他... 跑起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 來... 來看一下... 如果在Duck裡面... 要怎麼去... 描述正檔... 那... 因為那個... 我自己這台是用Mac的關係... 所以... 本來其實... 正規的做法是... Golain應該要把... 所有的那個... source code都編完之後... 你只要把那個... 單位塞進去Duck... 然後再拿他複製就OK了... 那因為那個... Mac上面的那個... 東西... 丟進去Duck... 他基本上... 在一個另一個式系統... 會判定成是非法的那個... 就是應該說不能執行的執行檔...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這樣子用... 就是在裡面編移... 然後... 直接產生執行檔... 然後就在那個Duck裡面... 直接做壓力測試... 那... 如果你在Duck裡面... 比如說要... 那個... 就Duck所在的HOST的話... 有一個小秘訣是... 對於Windows跟Mac版本... 你可以用HOST、Duck、Internet這個... DOMINET去... 連到自己的本機器... 那... 目前Linus好像規劃... 還沒有一個比較OK的做法... 所以我的做法是... 暫時先... 拿那個... SBIN下面的IP的解訊... 來知道說... HOST的IP是誰... 因為... 在Duck的環境下面... HOST... 它本身是作為Duck的... Gateway... 大概就像這樣... 所以你只要... 基本上... 在Duck環境裡面... 拿到Gateway... 就等於是... 你拿到HOST的IP... 好... 那這邊是... 跑MASTER的那個... 動作... 我們就跑一次看... 好... 然後就看到MASTER跑起來... 但MASTER跑起來之後... 什麼事情都要不能做... 我們... 先回來看一下網頁... 好... 然後那個... 它的前端介面... 一開始會要求你... 先輸入... 要SWONG幾個... 那個... PASSES開放... 應該說SWONG幾個User這樣子... 那再來這個是User... 它的那個... SWONG的速度... 這些都可以自己設定... 那... 我們這邊螢幕... 因為有點小... 它... 應該看到... 就是它右上角... 這邊有一個HOST... 目前是沒有任何STEP接上去... 所以這個是空的...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有什麼電話... 好... 那... 那... 反正剛剛那個Dark的Image... 把它編完之後... 就做這個動作... 讓它跑起來... 好... 這樣子... 就跟MASTER接起來...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剛剛... 剛剛那個... 使用者介面... 然後... 像這樣子... 然後... 目前有一個STEP接起來... 那... 會看到說... 有回報... 就是一直都回報... 就是一直都回報成功... 那個... 當秘方權的FOO... 這邊會... 一直有... 人際Request... 跟它那個... 平均時間... 那... 平均時間... 這部分... 因為我們... 都是壓那個... 稅150... 然後... 然後... 我們兩個... 關係... 所以... 它的那個... 那個... 整體時間都差不多... 那... 再來就是... 如果... 存取失敗的部分的話... 會... 變成像上面這樣子... 它會統計Fail次數... 那... 什麼時間的資訊... 通通都沒有... 然後... 也... 因為它是失敗關係... 所以... 不算... 任何Request的... 那個... 那... 再來... 剛剛我們真的去... 那個... GOLAND的官方網站... 抓...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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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呢... 是真的有對外面... 做那個網路... 的... 動作這樣... 那... 因為它檔案比較大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中位數時間... 平均時間... 還有最小最大時間... 其實都... 變得很大... 而且它... 檔案造起來好像18MB的樣子... 那... 我希望我這次討完之後... 我的中華電信網路還可以用... 不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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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可以呈現說... 是因為什麼... 關係... 比如說像連線... 或者是... 有什麼錯誤... 所以沒有辦法... 做那個壓力測試... 這邊都會有回報... 那... 甚至連椅子會選都還有... 不過這個都是那個... 掛掉之後才會出現... 一般是不會... 在這裡出現的... 那... 如果你有需要報表的話... 這邊都有CSV可以看... 好... 那我們先STOP... 避免我... 下禮拜沒有網路用... 但是我看不到它的停止... 算了... 好吧... 抱了就抱了就算了... 那... 歡迎大家捐助我一個... 中華電信機的實驗卡... 然後... 我們... 先回來看一下就是... 剛剛說如果... 一個STOP的情況下...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多跑一個... 那... 那這樣它的STOP就變成... 我們看到這邊就變2... 然後再多一個就變3... 好... 不過我們這邊先開到2就好了... 那... 反正網路快有用嗎... 先把它剪下來... 好...那我們再回到... 多一個... 好...那最後的結論就是呢... 反正... 我覺得導戰本身... 應該說你把那個... 自己的... 開發的服務給弄到導戰... 本身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 其實這個我... 之前在那個... 3天前GDF也有... 講過一些... 就是我們做那個... 設計卡壓力測試的一些... 有一些那個... 內容... 那... 有關於這部分呢... 我不知道TGDF怎麼說會放影片... 那大家可以自己... 自己... 自己期待... 就是大家自己去觀察一下... 什麼TGDF會放影片出來看一下... 錄影的內容... 然後... 這邊就是送給大家... 你... 做壓力測試本身... 可以從... 導戰... 或者是那個... 伺服器掛料這邊... 學到很多東西... 包括說像是... 特別說像我們在用Duck... 或Cleaner環境的話... 也可以學到說怎麼去對... TGDF或Duck的那個... 使用方式... 做一些了解... 然後... 最後就感謝我們同事... 幫我... 幫我們做... 拉力測試的時候... 我說我今天才有這個梗... 可以講... 不然... 真的快要沒梗... 然後再來... 公商一下... 我們那個遊戲... 其實上次應該已經算一段時間了... 然後... 最近... 夏日有... 不少那個... 其實有不少的那個... 抽獲角色的活動... 那歡迎大家來支持一下... 那... 再來重點是... 我們公司目前還積極在... 招募那個... Backhand的相關人才... 還有SIE的人才... 那大家如果對那個... 後端或者是... 對Weblogs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來加入我們的團隊... 然後... 再來是... Post Club的那個... 一樓的攤位區... 像剛剛開始的時候... 有講的... 那... 那邊有那個... 精美的小禮物跟貼紙... 還有幫我們公司... 各個產品的那個... 貼紙... 大家都可以像這樣子貼在後面這樣... 不過... 因為我怕我的那個... MacBook 盒髒掉... 所以...都沒貼... 好... 然後... 再來就Q&A... 我問大家... 看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那... 我要問一下... 對... 如果用Cluster的話... 看壓力測試的時候... 你跟Cluster... 會... 測試的伺服器... 跟... 打壓力測試的伺服器... 會... 對...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大聲一點... 就是... 你Cluster會... 壓力測試跟... 被打難的伺服器... 會... 同一個Cluster嗎... 還是... 通常是... 不會... 因為你用Cluster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Flyardy書會有兩個自己互裝... 然後就有伺服器的那個... 連線資源被搶... 然後Cluster也搶同一個信息... 所以通常會把它錯開... 所以你有辦法... 就不同意談... 甚至Cluster... 他有可能... 大概三四個... slip之後... 他的Cluster就是不同意的... 對... 對... 那... 也是剛剛講的就是... 不希望在那個... 那個... Docker或Google的... 環境裡面... 一個... 就是把... 很多個開Docker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一個... Google的... Pay Phone的VM裡面... 好... 那這樣子... 會造成說他的... 一些... 連線的資源... 就會不這樣被用過... 然後開的還沒打過... 打爆伺服器... 自己先保留的... 還是什麼問題嗎... 直接到我了... OK...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